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B 拿 这个也丢掉 那你可以 我阿嬷爱的咧 就是 你把你阿嬷放在厨房做么 情怀嘛 因为我最喜欢做阿嬷煮东西 所以我把阿嬷放在厨房 这样我煮东西就感受到阿嬷的存在咯 B 阿嬷已经走了 我们做人要学会断舍利 我 阿嬷 阿嬷 B 有一个东西要跟你商量一下 什么东西 我觉得你要处理一下你的漫画 处理 拍到很整齐 不是 我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有一天我们人家活在 你会救这些漫画吗 不会 就是 这样就是代表他们对你来讲也没有很重要 不是这样讲 这些漫画我手机很久了 这些是陪我长大的东西 我的童年回忆来的十八年的情怀 可以不要丢吗 我想当初会跟你在一起 就是因为觉得你很善良 也想到现在你竟然要扫死我 不要哭了 不要这样 不是 他现在都出手游了 你就玩手机就好 这些就丢掉了 不可能你要我做坏人 帮你丢的是不是 不是 哎呦 你看这个灰尘 厚到啊 这些玩具啊 又多又浪费 反正你都没有玩了吗 丢了好 B 这些不是拿来玩的 这些是拿来放着收藏 慢慢欣赏的 好心你啦 几岁人了 还玩这些玩具 如果有客人来 他们看到你玩这些 他们会觉得你很幼稚 长不大 我是为了你好啊 B 可是这些是我从小收集到大的 很有情怀的 我知道 可是这几百年了 你有走过来看他们一眼吗 你有想过他们的感受吗 你没有 骂回城的时候谁骂 你骂咧 这样我像是自己骂了 我之前是因为你很贴心 才跟你在一起的 没有想到你现在竟然不在乎我累不累了 B 不要哭 不要叫 我丢 我丢 我丢完它 有 这是什么来的 这款是鲜料版红衣小姐姐Barebreak 买来投资的 赚了没有 这款还没有被炒起来 现在亏了一点点 都叫你不要听那些Guru乱讲的 人家讲什么东西 赚你就跟风去买回来 你把那些钱给我拿去买名牌包包更好 那总裁会升职吗 这个这样丑 哪里会起价 喂 蒋木林 快点丢掉 那我走 走啊 B 我可以留那两本漫画吗 留来做什么 之前不是讲好的吗 没有 因为我看到你的化妆品和你的包包都蛮多一下的 什么意思现在 你在讲我乱花钱 你以后买这些东西是为了我自己吗 我是为了让你出去的时候有面子 所以我才要打扮自己 B B B 拿这个也丢掉 那你可以 我阿嬷爱的 就是 你把你阿嬷放在厨房做什么 情怀嘛 因为我最喜欢做阿嬷煮东西 所以我把阿嬷放在厨房 这样我煮东西就感受到阿嬷的存在 B 阿嬷已经走了 我们做人要学会断舍利 妈 我之前就是因为你小孙 在跟你在一起的吗 没有想到什么你现在还变成这样 妈 不要伤心啊 阿嬷只是换另外一种方式 陪在你身边罢了 好 吃啊 阿嬷 我尽力了啦 阿嬷 你很烧 阿嬷 你很烧 脱足啊 哪里 哪里 说哪里 没有看到我的东西吗 你喷坏了这样 都跟你讲了 断舍利断舍利 误会一停 现在火灾了咯 都不用以厨这样的衣服来做 我那里只有几件底裤吧 其他都是你的 你这样的底裤来这么 底裤肠脏了就反过来穿 你懂非洲有极多人没有底裤穿吗 这样你令到啊 我以前就是觉得你很节省 我在跟你在一起的吗 现在 你站着这么来救我咧 很烧耶 我们做人要懂得断舍利吗 我们做人要懂得断舍利吗 我看你以后 连底裤都不用穿了的 全部都丢掉了 拿着 很重耶 喂 去哪里咯 救我咧 我不会用这个东西 很重耶 哇 谢谢你来救我耶 也不过你看着我的这些东西很贵啊 那些包包啊衣服啊 全部是名牌来的啊 要小心一点啊 咱们